走到哪大批媒體跟到哪 駐美代表小美琴返臺行程 備受關注 就是因為從內閣改組至今 不斷傳出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賴清德的副手就是小美琴 返臺時間點巧妙 不免被解讀是為大選備戰 目前民進黨二零二四總統人選相較明確 很大機率就是黨主席賴清德 不過在黨內初選辦法公布之前 民進黨也針對二零二四的參選人 制定學位論文審定機制 除了參選人要簽署聲明 確認無違反學術倫理之外 論文也得接受黨內審查 避免學位問題再度成為選戰攻防焦點 而國民黨的總統人選眾說紛紜 包括近期還在各地新春團拜形成的黨主席 朱立倫就獲得兩縣市議長公開支持參選 另外還有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以及新北市長侯友宜 而目前傳出人選將以協調爭招募方式 立委人選就將逐漸明朗 朱立倫表示相信黨內能團結提出對的人選 於是新聞RH許家榮立法院新北板橋採訪報導 Jenny 李佐調 fl России 李佐調